全省邮局地址这个范例 我希望做什么 非常简单 合并在一起 第二个 再把它分割开来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先到哪里 到那个云端上面 云端上面有一个范例档 所以请各位找到范例档 这边就有一个全省邮局地址 你把它按右键下载 或者反正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解压缩 解到哪里呢 解到下载里面的全省邮局地址 那这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这些档案 从三重到丰原 有这些啦 邮局 然后你打开 反正里面就是记载 总共会有几个吧 这个应该什么 局号 账号 反正就是它的名称 它的地址 总共会有四个栏位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资料 有25个档案 我希望呢 快速地把这些变成一个档案 因为其实说 如果我今天不需要分25个那么细的话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完成 那其实这边的话主要需要 学会几个重点 第一个 我要怎么样 可以取得这个档名 因为我需要这个档名嘛 OK 所以这个档名 如果我可以取得的话 那我就 档名.tst嘛 那我给它入境 我就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f等于open open后面其实就是那个路径加那个档名 只是说那个档名 它如果 就是说 有一个清单的话 那我就逐一个把它开启 开启之后做什么呢 用read嘛 然后在append模式把它append到另外一个档案去就可以 然后直到这个回圈跑完 它就合并成功 那我这边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 当然我们方法很多种 那我第一个想到说 如果我可以产生一个清单的话 比如说那个清单就是 可以帮我把这里面三十 二十五个档 的那个什么 三重.tst 到点 中立.tst 就是一个档 就有点像我们用 之前那个read read line就可以 把它读进来 放在一个串列 然后我再for回圈 分别把这个档名有没有 放在那个路径的后面 然后把它打开 把它合并就ok了 可是问题来了 我第一个 我们有什么方式 可以得到这里面的档名的清单 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下 我第一个想到说 很久以前 我们用到dose 在windows里面可以用dose 那我就想一招 第一个 你可以在上面打一下 打什么 打cmd cmd 就comman comman在windows里面跳dose 那你其实有个方法 你就是打一个dir 其实在那个dose里面有个指令 还蛮好用dir 应该有用过enter 它会把你的清单列出来 但如果你要列出那个清单里面 只要什么 档名部分 档名跟副档名 你就斜线 再一个斜线b就可以了 对斜线b enter 斜线b你会发现 它就帮你把什么 最精简的什么 那个档名跟副档名列出来 那再来 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清单干脆帮我输出成一个存文字档 不是叫你复制 我以前有用 因为我常用 以前很会在这个dose里面写批字档 以前真的很会 很熟 我非常熟 因为以前没有windows 就是dose 那年代就是黑白的 但是后来有windows 都没有人要用dose 但是我还是会用dose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会的东西还可以保留 以前有个指令很简单 叫dir 空一格 斜线b 刚刚一样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里面的清单不要print出来 而是输出成一个档案的话 很简单 加一个那个大于符号 空一格 就是输出的意思 输出成一个dir.txt好了 这样子 这招还蛮好用的 像有的时候你想要把什么 你某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 档名不档 统统输出用这一招就好了 ok enter 好这个时候请各位看一下 在我们的根木屋底下 就会多一个dir.txt了 他会帮我把什么 这里面的东西帮我列出来 ok 不过他列出来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多一个自己本身 ok我看一下是不是原来就有了 如果本来没有 假设删掉我再一次这边点一下打cmd enter cmd就跳出那个doss的这个文字模式 并且会帮我把什么 把我现在的路径带过来 所以你不用你打路径 这边的话打一个dir 打这个dir dir 然后斜线b 空一格输出 成为一个dir.txt enter 这样ok了 好那你会看到这边有个清单的dir 就这一个 那其实你会发现他多一个 就第一个好像dir.txt 这个可以跳过 那下面的清单就是我要的嘛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有这个清单 那其实我要把它全部读进来 应该就ok了 好第一部喔 第二部的话我程式 我先demo给各位看 那如果这一部的话 那我就把它什么 写 把它怎么样 先f等于open 把它读进来 有没有 用r模式 读到哪里呢 readerize 读到我们这个 这个list1里面好了 那这个地方当然我读进好了 假设底下 这边我先 注解下面 我先把它读进来看一下 我把它print print什么呢 print这个里面的东西看看 ok把它print 看看里面清单是否ok 有了 不过我需要避开这个 从这个0嘛 从1开始 但后面好像会多这个 但你可以把它strip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已经读到了这些档名 然后避开 第一个就是0嘛 所以我后面可以写一个回圈 写什么回圈呢 for i in range 这个底下 我写一个 这个把它注解掉 for i in range 从1开始 到最后一个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总长度 总共比如说 它有25个档 25个加di 26个 那理论上 这里面应该会放0到25 所以最后26 所以跑到25就停下来 1到25 刚刚好就是三重到最后 到最后一个 然后是枫园吧 然后呢我可以怎么样 先给一个p 这个p的就是串路径的 这个p的话呢 就是把我这一个的档名 这个路径 那这个路径特别注意 我还是一样习惯就是 把路径点上面这边用复制的 不过你刚刚如果用conven 你可能要back 再跑一次 再点一下 这样ok 复制之后呢 再帮我贴到这一串这边来 这边贴上 另外特别注意 贴上之后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有多一个根目录 这个根目录这个一定要有 如果没有这个根目录的话 他变成说他少一个 他直接串那个档名了 目录 后面一定要有个根目录 下面的东西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要串 你要那个 之前我们用r 不过因为这边有一个串接符号 你就不能直接用r 你这边只能用什么 要不就是反斜线两个 要不正斜线一个 这个可能自己再把它加一下 这边就不能用r了 ok 然后这边的话可能要加一下 也就是说呢 我for i in range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然后分别怎么样把它打开 所以分别抓到第一个的档名 跟副档名 后面会有一个那个什么 换行符号把它去掉 所以我就得到第一个h三重 那做什么呢 帮我f等于open 把这个路径放过来p 所以其实这等于多一行 等于这个地方是串接我的路径 放在这里 模式是r ok 第二个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里面东西全部读取 我们前面交过那个readline 是读一行 readline是读很多行 放一个串列 但是如果你是要把所有东西读到一个 所有的东西读到一个串 一个字串的话 记得还有第三个叫read 不用line也不用lize read是什么 全部读 读到一个什么 读到一个字串 ok 读到一个字串 所以把这个东西读到一个c里面 接下来最后要写出去 写怎么写出去 特别注意 写的话一样 就是我这边多一个fw的物件变数 然后open 后面一样open 所以读跟写一样 跟他讲说我要写到哪里去 写到一样c里面底下的download 全程邮局地址 后面我多一个档名叫做 oh 副档名叫.txt 这个是自己取的名称 也就是我写到我的根木屋底下 ok 然后面记得 把它用a模式 刚刚是r嘛 现在用a 再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怎么样 后面如果要写出去的话 记得什么fw 特别注意 点什么呢 点后面加一个write 把它写出去 那写什么东西呢 你告诉他 帮我把读到的这些东西 帮我写出去 打个c 但特别注意 如果你写这样的话 他会写 可是问题 最后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每一个 那个全程邮局地址 其实你打开 你可能看不到 这个下面 其实他少一个放行符号 如果你要看 我建议 你可以用按右键 电脑应该都有装 note pay++ 这个比较看得到 这个细节 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不过另外一个 就检视里面 你可以开启什么 特殊资源 里面有个显示 所有资源这个功能 这样才可以看到什么 因为他后面都会有个 什么呢 CRLF CRLF 最后你会发现 CRLF 其实就是 反斜线N OK 反斜线N就换行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在note pay++的模式 最下面一个 你会发现 他这边没有换行 他最后没有换行的话 如果他再下一个打开 放在后面 那怎么样 他变成接在后面了 所以 我这边多加一个东西 就是 那你没有 那没关系 我帮你补一下 所以后面我会多写一个什么 多写一个换行 所以在这边 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换行 反斜线N给他 OK 不然的话 你串到后面 那变成说 你的那个东西 就变成说 你不是在下一行 而是在旁边 那我怎么办 我帮你加一下 OK 所以这个地方是 之前做完 发现不对 好像少一个东西 这个我不加四个 最后就合并 我这个先不加给各位看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好 这样的话 最后很快 25 一下子 马上就完成 那当然如果你不会这一招的话 你就是变成你需要土法链钢 OK 打开 那你会发现我刚没有加那个反斜线N 三重 有没有 到哪里呢 到这里 中立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他串到这边了 意思就是说他这边没有换行 所以变成加到旁边 OK 那如果说要改善这个问题怎么办 很简单 这个删掉 把它怎么样 再加一个换行给他 帮他补一下 OK 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把它save 重新再跑一下 合并完成 所以其实还蛮快的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你档案越多越有感觉 不可能有人工 这个东西如果档案数量多的话 你会发现中立的部分 就不会有刚刚的问题 全部都接在一起 而且输出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就是DIR这个部分先产生 然后再做后续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所以刚刚那个指令 记得 应该蛮好记得 CMD 在上面打一个CMD Enter DIR 这边打那个 DIR 斜线B 空一格 一个箭头 一个输出什么DIR.TSD Enter 这样就OK了 这个方法其实不是只有这里又可以用 很多地方也可以用 以后如果说你需要什么 把某一个目录里面的 所有 那个什么 所有党名 跟副党名 输出成一个文字党的话 切回来一下 因为那边看不太清楚 一向小就好 所以切这边吗 OK 就切回 因为那边看不太清楚 其实云端上有这个画面 一模一样 我有把它拍照 OK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我这边有一个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 我就把它切 因为我 也会担心你们会看 这边有 有把它 剪到这边来 而且 就刚刚那个画面 这些 写图 另外上面也有那个 打那个指令的 其实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文字模式 早期的话这些 都是要去记得 当然打熟了 就大概都熟了 如果你在那个 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想知道 DOS里面有哪一些 可以用的方法 其实它有个 我记得好像可以 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help吧 你call help 我记得好像help enter 对 它里面所有的方法清单都出来了 给help 都出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后面可以跟各位讲 就是说 Python也可以呼叫这个 你 就是在Python里面 如果你会 DOS 你可以在Python里面下 就是 这些指令 它也可以work 也就是说 你想说 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 干脆 连这个动作都不做 直接就是在Python里面 就帮我直接run 直接产生DIR 其实是可以的 在Python有支援就是 它可以直接 存取 DOS里面的指令 去做一些事情 像在DOS里面 下面也有什么 复制档案 删除档案 或者是说 建立目录等等 它就是有一些OS的方法 其实 你都可以拿 这些来用 甚至 你也可以写一个P字档 这个P字档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最后用Python去run它 也可以 这个其实都互相可以参照 那请各位试一下